你为他为台湾国家主权吗 那会话 那这是我应该的责任 那我想我就是这样 也跟蝙蝠侠来做说明 马上走开 不要回来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是网膜 首先带您关心社会焦点 本月21号凌晨 桃园一名奖姓男子 没有戴口罩就走进便利超商 菜姓店员好意劝导 没有想到却遭到奖姓男子 持刀攻击失去生命迹象 国内近期连续发声超商店员 劝导顾客戴好口罩 却遭到暴力对待的事件 不少民众要求政府出面整顿治安 有民众就建议应该每间超商 配有一名园警 甚至有民众检讨是强制带口罩的政策 害一个年轻店员葬送生命 这一连串的检讨声浪 内政部长姑婆勇也听到了 由于近期求棒商人的社会新闻频传 因此在本月22号 姑婆勇出席全国扫黑记者会时 就要求警方将球棒视为危险物品 进行注记 根据姑婆勇部长超前部署的逻辑 学生携带铅笔及原子笔 可能是作弊的前兆 请老师要优先注记 而如果有人出捷运站之后 跟你往同个出口走 也可能是准备跟踪骚扰 请站务人员优先注记 不过被注记的民众也不用过度担心 警方注记的效果是 如果将来发生暴行 携带球棒等行为明显有预谋犯罪意图 警方会将注记资料并案 提供检察官及法院良刑参考 也就是说这个注记只是一张坏宝宝贴纸 没有想到这一项聪明的注记措施 却遭到刁民质疑 会不会整支棒球队都被警方给注记 姑婆勇也赶紧澄清 只有攜带球棒者有暴力诈欺帮派组织背景才会注记 虽然民众和中央政府还在为了 攜带球棒是否要注记争执不休 不过严实的市议员却对境内频传的 球棒伤人事件抛出独到间接 警察局长 最近这个棒球事件 我还是给你鼓励 如果正面来看 这些道上的兄弟不敢走穿 不敢走都走棒球 表示我们是很自安静的一个地方 不容去抹黑警察局 这我老实说 如果他叫你这么坏 这个县市 这个台中市的自安加办 捞炸鸭请出来 怎么再带个棒球棍呢 没有错用球棒打人 已经是很客气也很克制了 而被打的民众 应该要对这群手拿球棒的街头天使致谢 感谢他们没有使用开枪 没有使用刀枪 不过有人喜欢拿出球棒吓唬人 也有人觉得自己的嘴巴就可以造成威胁 本18号 在重启核西公投的意见发表会上 领行人黄土条 背上台电核能发电处的处长 徐永辉 黄土条就趁机录了一首 嘴上功夫 我诚心建议你 等一下小心说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否则你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在法庭上 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徐书长 你的身家安顿好了吗 听说你太太一直希望你早点退休 所以 请看着我眼睛 我是要保护你呢 还是要成全你呢 土条的言论也让绿营决定要提高恐吓 但这恐吓则应该很难成立 因为土条要能够令人感到畏惧 看来是有点困难 而在核四的议题上 找不到共识的还有国与党内部 由于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及宜兰县的庙县长 都持续反对核四重启 对此杰松的马英就表示 应该要好好的了解这些废物 没有错 这核能呢 顾名思义就是需要合作的能源 请侯市长跟庙县长 不要只会考虑当地民众的感受 马上放下坚持跟马前总统握手合作好吗 而同样被同党党员踏发的 还有民进党立委高嘉宇 由于高端疫苗在大多数国家尚未取得认证 导致接种高端的民众 如果要出国就必须要补打两剂的国际疫苗 对指挥中心这项政策 高嘉宇有话要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有出国的需求 因为国外没有认证高端的情况之下 还是必须要去补打 那这点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道歉 也就是说造成大家的不变 因为这个不变呢 可能从现在开始 你要出国计划 你必须要拖延一个月到两个月 因为你在补打第三剂第四剂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落差 高嘉宇委员的这一番话引来多名的同党立委不满 立委管毕林就表示 指挥中心应该是要感谢 不应该道歉 因为如果一旦道歉的话 那么就是疫苗政策的失败 那么同时呢 也有立委表示 就算是投资也有风险 而另一名的民进党立委也说呢 不懂对于疫苗政策的事情 有什么好道歉 没有错 干嘛要道歉呢 补打两剂 描示政府不怕比较 让民众两种都打看看 才能够做出最公正的评论 高委员政策失误的做法 完全是体现了民进党党内 起喵气咖啵地的歪风 请高嘉宇委员别再对不起党内的列祖列宗 而想要成英雄的不止高嘉宇委员 在本月22号屏东县议员讲与会 在直询屏东县长潘孟安的时候 就索性化身成为一位黑暗骑士 他要求潘县长承诺会保卫国家 你会捍卫台湾国家主权吗 那废话 身为台湾人 这是我赢尽的义务与责任 我会上战场 你会上战场 你会第一时间吗 我不会像你一样会投降 我会事实捍卫台湾 两岸有国家的一个机制在处理 身为国民我们尽我们的义务跟责任 那这是我应该的责任 那我想我就是这样 也跟蝙蝠侠来做说明 好的很高兴蝙蝠侠也加入了对抗赤匪的阵营 而整个正义联盟都站上抗匪第一线 想必也是指日可待 毕竟对岸非法政权近来 已经成为全世界踏发的对象 日前赤匪前副总理张高丽 性侵沦陷区网球女双名将彭帅的丑闻爆发之后 彭帅本人一瞬间音讯全无 这也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出警告 假如不公开彭帅的行踪 那么协会就要全面退出沦陷区 对此球王乔科维奇也表达支持 遭到一连串舆论围攻的赤匪 也不得已想办法安排彭帅露脸 除了透过菲卫官媒CGTN的记者释出几张 他在房间的生活照之外 广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彭帅的聚餐影片 不止彭帅自己一个人半句话都没有说 而且在全世界都在找彭帅的当下 一旁聚餐的朋友居然刚好聊到今天的日起 这有可能是巧合吗 但是除此之外 赤匪居然还大手笔找来了 国际奥会的主席巴赫 跟彭帅本人进行视讯 并且对外发布了一张照片 打算要说服各界 释放彭帅很安全的讯号 不过赤匪透过造假来蒙骗世人 也不是第一次 只能说这次看来是投入不少制作经费 至于彭帅真的安全了吗 不管你信不信 总之没啥人信 另一方面 法国的奢侈品牌Dior 近期在官方的微博账号和微信账号上面 分享沦陷区知名摄影师陈曼 所拍摄的宣传照 却引来灾包暴怒痛斥丑化中国人 大伙纷纷流言痛骂 这在拍啥 阴间 跪着赚钱丑化自己人 你在路上看到的中国人是长这样吗 我想这就是Dior的不对了 拍摄广告就是应该要聘请 长得跟路人一样的模特来代言 这灾包才会有认同感 我们也不嫌麻烦的TDR 示范了几张的范本 那么分别是 骑脚踏车的大妈认真上课的学生 还有赶着上班的年轻人 相信如此一来自然就不会有入华的嫌疑 不过入华也不是外国人的专利 在本月18号本台特地前往自由中国的前线 金门利用国军所架设的新战广播墙 来唱歌给对岸的厦门栽包听 但却也被小粉红指控入华 明明是很贴心的快闪合唱 我们还特别选了一首 灾包没有听过的歌曲 相信厦门的灾包一定都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接下来将镜头转回台湾自由地区 近日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暂时平息 那么佩戴口罩的限制也逐渐放宽 不少民众纷纷出门展开报复性运动 然而在本台最近却是接获了 在网络上面流传了许多的假讯息 包括像是这一张 请导播帮们close一点 看看 这个是里头的一个中年妇女 直接讲说这是动吃挑战12天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移的这个讯息里头 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假讯息 在许多的对话群组当中流传 说动吃挑战12天就能够调节免疫力 来提升体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官媒派出打假特派员 为我们实地追查真相 最近啊 我路上流传了一则消息 说只要参加这个动吃12天的挑战 就可以调节免疫力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们现在来到的讯息中所提到的地点 让我们一探究竟 请问可以采访吗 哪一台的 你们有看过这个活动吗 这是你拍的吗 不是 一模一样耶 不是吗 稍等我请我去问一下 果然没错 这个动吃活动真的有问题 他们打算 请问你知道这个假消息吗 原来是这个 我还以为你们在拍什么 来跟我走吧 其实那不是假讯息啦 看 那只是说我们待会在练习播笔票 那只是说跟我们练习的版本不太一样 波是开一罐白兰式鸡精 比是暂时比挺的喝下去 跳开始跳水 你看 刚刚这就是我示范的波笔跳 那我们就连续动作12天 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吃挑战12天 那最主要的话 它是可以提收我们的体力 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可是那为什么要喝鸡精 为什么不是喝棒壳精 美精或者是森林里的小药精呢 嗯 因为喝鸡精的话 15分钟就很有感觉 不然你想试试看吗 你叫我喝我就喝 我没有那么好使唤耶 不要就算啦 原本想说他帮你补充一下优质蛋白了耶 波 开一罐白兰式鸡精 比 暂时比挺喝下去 跳 开始跳绳 好的 那记者现在就连跳12天看看 看这个所谓的鸡精搭配运动的动吃挑战 是否能达到提升体力 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呢 那我们12天之后就可以增上大白了 以上是央视记者智慧王 在台北的采放冒到 有人跟他说 动吃挑战12天 重点是持续12天都做 不是要连续做满12天288个小时的意思吗 本台到目前为止都还联络不上智慧王记者 假如有民众遇到他的话 麻烦可以跟他说一声 可以回来了 但是本台并不是要鼓励各位观众进行这项挑战 毕竟这个运动搭配喝鸡精的风气 要是被白兰式给带起来 那么民众的体力和免疫力因此变好 那么负责全民健康的卫福部 这面子要往哪里摆呢 全国的学生都不跳国民健康操 都跑去运动加喝鸡精到底该怎么办 呼吁各位观众特别要小心 千万不要参加这个活动 而要人别参加活动的 还有前往轮陷区发展事业的 台湾演员王耀庆 本月18号王耀庆担任轮陷 L风尚大典的采访区主持人 在主持的途中 他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好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马上走开 看到这里观众也差不多可以走开了 不要回来 因为我们播完了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各种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 YouTube频道或者追踪央视的IG帐号 当然也欢迎一起加入本台的 YouTube会员一起来撞拉官媒 当然包括央视的Facebook 及Twitter帐号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露露订阅露追踪的观众朋友 就会在重要的场合上 语无伦次成为笑柄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